你还 ok 吗?会晕车吗? 不会!还可以再快一点 真的是不错 哇~~ 哇~~ OMG 这个 Suspension 那个跳是真的是 对 不错 在很多人印象中 这个 BMW M Performance 所打造的都是比较注重性能 比较偏向硬派的车款 像 M2 啊 M3 啊 M4 啊等等的 但是其实这个 M Performance 它们也是有推出高性能 但又同时注重舒适性的车款 它就是我今天要试驾的车 那就是 BMW 最新的旗舰车款 BMW M85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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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W 曾经在 90 年代的时候 推出第一代的 F8 系列代号为 E31 当时主要是它们推出了一款被称为 M635i 的 GT 跑车 然后市场反应很好 但野心勃勃的 BMW 决定推出更高性能 更注重豪华的一款 GT 跑车 于是这个 E31 就诞生了 那同样呢这个第二代的 Barsilia 也是以同样的理由诞生 这回这个代号 G15 的第二代 Barsilia 主要是取代代号 G32 的 6 系列 因为我们都知道最新的这个 6 系列 已经变身成为 Grand Tourismo 的车型 也就是类似 Wagon 这样的一种旅行车车型 至于这个 G15 它就是一个纯正的 GT 跑车了 也成为了 BMW 目前的旗舰产品 在外行上这个 BMW M850i 是我看过中的这个 GT 跑车里面 数一数二的漂亮 非常有气质 然后又很有肌肉感 那我先讲这个前脸造型部分 首先 这一个 LED 头灯呢 不是 LED 头灯 不好意思 它这个头灯呢 是目前 BMW 车款里面最纤细的一个设计 为什么会纤细呢 因为它使用的是一个被称为 BMW Laser Light 激光大灯技术 也就是采用激光的光源 这个激光大灯它的体积比普通的 LED 还要小一个 100 倍 也因此能够让设计师将这个头灯设计到更加的线细 而且重点是它的这个光度 也是光源 是比 LED 还要光 10 倍的 然后这个照射范围呢 长达 600 米 LED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 300 米 它的这个节能也是高出了 30 巴仙 当然这个 Laser Light 它也是一个智慧头灯 它透过这个红外线镜头以及普通的摄像头 来侦测对象的行人啊 动物啊 以及对象的这个车辆 来自行调整这个照射的范围以及高度 所以呢 这个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这个头灯也是具备的 它里面呢 还有这个蓝色的一个类似氛围灯的设计 整个就是 碎 至于这个双胜水箱护罩呢 也是导入了最新的这个 BMW 的设计元素啦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Chisa 的这个四条呢 是连成一体的 不过 幸好它没有延伸到下面啦 我个人觉得这个 Size 是刚刚好的 那这个四条呢 它其实并不是平常我们看到这个 BMW 的那种镀铬 而是一个被称为 Serum Grey 的霧银色 这个霧银色呢 除了这个水箱护罩使用以外呢 它在后视镜的那个盖 还有轮圈以及后面的治标呢 都是使用这个颜色的 那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水箱护罩其实它具备了这个 Active Grill System 也就是这个主动式的一个水箱护罩功能 它其实在这个里面是有一个盖的 也就是平时可能引擎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啦 它就会自动关闭来改善这个风阻 当这个引擎到达一定的热度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打开来散热 在轮圈方面 这个 M850i 使用的是一个 20 吋的 M 轮圈 如果你选择的是 Sunset Orange 橙色的车身的话呢 这个轮圈会是一个 Jet Black 黑色的这个设计 至于你选择其他颜色的话 则是这个雾影色的配置 轮胎部分 它是来一个 Bridgestone Potenza S007 的性能轮胎 尺寸方面是前后配 前方的尺寸为 245 35 最后方呢 则是 275 30 不过我们这台试驾车的这个轮胎状态 似乎好像之前被折磨到蛮惨的啦 所以这个 Timing 已经不太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试驾可能就不能那么激烈了 而在刹车系统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850i 使用的是 M 的刹车系统 前方的这个刹车卡前呢 是大四活塞的设计 虽然只有大四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 Piston 其实是非常大的 至于后方呢 则是 Single Piston 的这个配置 刹车盘 尺寸为 395mm 这个 M850i 0-100 加速是 3.7 秒 那我觉得从这台车的车头走到车尾 大概也是要 3.7 秒 真的很长 在这个车侧部分 我觉得是这台车的整个精髓之一啦 大家从镜头上可以看到它的车侧的设计 非常的 DI 然后很修长的感觉 完全是一个 GT 跑车的一个气势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它并不属这个 Aston Martin DB 11 还有这个 Bentley 的 Continental GT 不要忘记这两台车可是比它贵很多 那在设计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车身设计的线条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折线 这个也是它的 Signature 来的 而这辆四驾车的车身颜色是 M850i 招牌的 Barcelona Blue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我觉得很配它的这个设计 然后在后方的这一支板部分呢 它也是整个很有张力 很肌肉感的感觉 整个很突出来 只不过我觉得这里这个部分 稍微就比较不 BMW 了一点 但是我喜欢 而它的这个车顶其实有采用这个 被称为 Double Bubble Roof 的设计 这个设计啊 近期蛮多跑车都喜欢使用的 这个设计其实是像以往的经典赛车 自信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细节的部分 像是这个 硬直板上面的这个 导流口设计 其实它是有功能的 就是负责散热 导热的 蛮漂亮的啦 然后有一个钢琴黑的材质 至于在车尾部分呢 这个 M850i Coupe 同样也是采用一个扁平 然后很修长的一个设计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 然后这个尾灯组也是很锐利的感觉 搭配这个里面的这个 LED 灯条设计的 我觉得在夜间的辨识度应该是蛮高的啦 至于上方 我们只可以看到这个 很精致的一个压嘴式围仪 它不像一些具体跑车拥有那种隐藏式围仪 还是电动围仪之类的 它就是一个压嘴式围仪来取代 就能够提供足够的下压力了 不过重点是在下方的这个部分 这个大型的扰流器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乍看之下是双边单出的一个排气围管设计啦 但其实哦 它里面是有一个真正的 双边双出的排气围管 这个我觉得就要给它一个赞 只不过 旁边这个 这个类似一个导风口啊 其实是假的 作为一辆高贵的这个具体跑车 这个M450 它是有电动尾门的配置 不过这个电动尾门 我觉得很好用而且很敏感的一个 脚踢式 开启的一个操作 那这个尾箱容量是420公升 基本上你要放普通的大小行列都不是问题 重点是它的这个Layout 是够深的 所以 放下这个高尔夫球 bag 也很轻松 开着它去打Golf 最适合了 而且我这个关闭的方式也是可以用脚踢式 重点是我觉得它这个sensor 真的是很快啦 这具4.4L 的 V8 双污轮车引擎 拥有 BMW 自家的 Valvetronic 以及 Double Vanos 技术 那在这个 M850 身上呢 它可以产生 523hp 的最大马力 至于风筝能力则是 750 Nm 你可能觉得这个输出好像不够高 那是因为这个 M850i 在 8 系列的家族里面算是老三 它上面还有一个老二和老大 大哥呢是这个 M8 Competition 而二个呢则是 M8 那这两个 大哥和二哥呢 它们的最大马力就超过了 600p 了 并搭配这个 8 速的自排 以及 X-Drive 全时四驱系统 在这样的组合之下呢 0-100 的家属只需要 3.7 秒 虽然说这个 X-Drive 是一个全驱系统 可是呢它是 M Performance 性能版本 所以在这台车身上呢 它其实是一个偏向后驱的配置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完全将这个动力 输送到后轮成为一台 纯后驱跑车 不过呢它就不像这个 M5 这样可以 手动切换存后驱和全驱的设置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 M850i 还搭载了 M Performance 的 电子叉速器 以及它的这个后轮转向系统 啊对了 这台车哦它讲究舒适性 所以它是用这个电子悬吊的 有两段式的设定 无窗框的车门就是帅 那在这之前我先讲一讲 这个当你花一个 100 万买一台 BMW 的时候 你的待遇也会稍有不同 因为这台 M850i 在车钥匙的部分呢 就有三种 首先是这个最普通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啦 买 BMW 就会有的这个测试 第二个呢则是这个 标配的这个电子钥匙啦 这个其实在三系列五系列也是有 但是我记得是 Optional 的 但是来到这个 M850i 身上是标配的 然后它是可以遥控操作一些功能 然后查看你的车辆状况 包括遥控启动引擎 它都有这些功能的 第三个呢则是这个 Door Card 这个其实是一个 NFC 技术的卡来的 你只要把这个卡放在这里 中间这个无线操作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透过手机来为你的车门解锁 而且这个卡可以分享给五支手机 那其实 BMW 马来西亚是有为这个 M850i 提供三种不同的内装颜色选择的 分别是这个四驾车的黑色 棕色以及一个白色 应该是米色啦 那三种颜色可以选择 我国版本的这个 M850i 并不是使用 那个类似 M5 的最高级的椅子 因为毕竟这个是老三嘛 它采用的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运动座椅 但是这个座椅其实坐起来很舒服很沙发的感觉 而且其实支撑性还有这个 背靠其实都很到位 所以这张椅子绝对是我要开长途车想坐的一张沙发 那讲到这个中控台的部分呢 其实这台 M850i 它的这个 dashboard 的设计 可能就比较不够高贵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手感 质感都是很好的 这边全部是软塑胶 然后有这个皮革和缝线这些 在质感上它其实我觉得它是 以两具体跑车来说 可以拿下蛮高分的 只不过在设计感上面 可能因为太多 BMW 的这个共用的部件 好像这个 M 的这个 steering 其实你在 G30 身上就可以拿到 因为你只要有这个 M Sport 的套件的话 它就有这个方向盘了 那在这个 M 车型身上呢 它也是一样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就比较普通了一点 至于这个中控台呢 它还有这个被称为 Crafted Glass 的水晶排档杆 这个就蛮漂亮的 但是 X5 身上也是有这个水晶排档杆 至于在配备部分啊 它作为旗舰产品的 M850i 其实是很丰富的 我先讲这个全液晶显示的 Edofana 它可以做这个客制化的界面 然后这个主机呢是最新的 iDrive 7.0 下方呢则是一个双区的恒温控调系统 而且这个恒温控调系统 它除了可以分开调节温度以外 它的风量也是可以分开调节的 就是驾驶和副驾驶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风量和温度 那讲回这个主机的部分啊 它还支援 Wireless 的 Apple CarPlay M850i 终于有 CarPlay 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支援手势操作 你可以透过一系列的操作啦 好像这样子转的话就是调节音量 然后这样子做的话呢 是 Next Song 和 Previous Song 蛮炫的啦 还有一点就是 这台车它具备这个声控功能 你只需叫一个 Heavy MW 你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然后据我所知 它这个声控功能是比较智慧的 也就是有点像 Apple 的 CD 这样 而不是只能收出一系列这个已经固定好的 Command 来操作这些功能 你是可以比较人性化的做这些操作的啦 那作为 BMW Malaysia 里面最贵的其中一台车啦 这个 M850i 啊 在配备还有功能方面 其实是很齐全一下的 包括它拥有这个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 而且是一个 Full Spec 的 Package 来的 除了像是那种车车盲点灯车啊 前方梦转一警 自动紧急刹车 这些比较 Basic 的功能以外啊 它还有车道便宜警示 车车便宜抑制等等的功能 在这方面完全是满份 对啦讲了那么多 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去试驾了 那今天的这个试驾环节有点特别 因为我请来了一个特别嘉宾 和我一起试驾 走啦 不要说那么多直接走 哇 哇 OK 镜头前的大家 这个就是我请来的特别嘉宾 专业车手 Bero 200 的 Tom Go Hello 大家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什么身份 没有 其实是马来西亚居中一个赛车手罢了 对对对 很厉害的赛车手啦 有在Gazoo Racing 拿过名是不是 对 去年 去年 对 所以 Tom 的这个驾驶技术真的是 我们都有拎驾过了 真的是又快 然后又很又准 所以今天我就请他来试这一台车啦 我们现在其实是上着云顶的山路的途中 等下到了山脚 我会换这个 Tom 来开这台车 然后给他和大家分享 这一台车的整体的 performance 表现是怎样 前面有点塞车 因为现在是 今天是 Harley-Ride 汉 所以你看 这样我其实可以 test 它的这个 雷达主动式定速巡航 先拆开 我同样的它也是可以 set 那个 Distance 前方的距离 所以我就要 set 这个速度 哦 它其实已经在这里开着了 哇 它的这个 interface 蛮漂亮的 OK 它会完全 brake 下来 我看它会再继续走 OK 它是会自己加速的 它是一个 Stop & Go 的 Low Speed Follow 啦 所以你觉得这辆车坐起来怎么样 我觉得很靠滑的 很 luxury 哦 对 但我觉得它的这个 design 还不够 不够贵 对 尤其是它的 steering 对 这样 steering is like G20 也是用着这个 steering 对对对 所以可能会比较 清楚一点 对 不够特别啦 对 所以我们现在换司机了 有老司机 好山路 你要调 Sport Plus 吗 Sport 就可以啦 Sport 就可以了 Sport 就可以了 POWER 真的是不错 嗯 它很 torquey的感觉 嗯 V8 真是V8 对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讲华语 真的是 如果讲得不好 真的是不好意思 诶 其实我们 Tom 的华语名很霸气 他姓吴 叫吴作洞 如果熟新加坡的朋友们 你们就应该知道吴作洞是谁了 所以今天是请到总理 来帮我们跑山路 哈哈哈哈 真的不错 嗯 Comparing to AMG 你觉得这样 我觉得这辆比较轻 很轻 对 我觉得它确实 很硬 嗯 感觉到很 就是讲它的 Suspension 会 Suspension 会比较那个什么是吗 给你比较多 feedback 对 就是整个 整个 那个底盘 对 车身越 车身跟底盘越硬的话 嗯 它的 Suspension 就会比较 可以弄到比较软 然后来比较 对 你的车身够硬 你的这个底盘就可以 来 Setting 到很准 对对对 更精准的 对 所以BM的感觉就是 比AMG 比较尖一点 比较轻 嗯 比如说你讲 M3 跟C63 感觉 驾上来的感觉 会比较轻一点 M3 对 对 所以这个 Setup 比较跟AMG 的 Setup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这个 这个啊 因为它又有 4WR 对吗 对 所以转完之后 不用等这样久哦 才可以开油 嗯 嗯 嗯 哦 声音也是很美哦 嗯 很凶哦 对 那个声音 我有在好奇它是 呃 artificial的叻 还是真的 一定会有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 Sport 的 Setup 比较 Balanced 一点 嗯 它没有这样太过硬啊 Sport Plus 就可能会有哦 对 我们来试一下 试看 好 OK Sport Plus 比较 nervous 一点对 对 比较近一点 嗯 POWER 比较把握力一点 嗯 比较快来 嗯 它整个会比较 aggressive 一点 嗯 所以它的 Steering 看起来是比较普通一点吧 用起来真的不一样 那个感觉 嗯 它的 Fitback OK哦 很喜欢 很喜欢的 买吗 哈哈哈 我觉得 那些 M3 M4 还比较适合我 嗯 嗯 可能老一点就很会 嗯 喜欢这辆 可是你讲它老哦 现在 in Sport Plus Mode 那个 Miss firing 一直有那个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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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嗯 它 Suspension 在 Sport Plus Mode 里面还是 OK 嗯 嗯 不会讲很硬那种 嗯 不会到很 Hardcore 那种 对 但是我好像有点 Feel 到 Sport Plus 的时候 后面好像会比较 Naughty 一点 嗯 感觉上有吗 比较 会讲讲啊 比较坏一点 丢嘛 是吗 是我有感觉错吗 因为我 Feel 到好像车尾有在 它会稍微咬硬一点 嗯 嗯 所以在这种路上 我通常会 选 Sport 嗯 包括 Sport Plus 嗯 Sport Plus 就是在 这路 赛道 赛道 嗯 OK Sport Plus 是 For Track 啦 一个适合 因为如果你在普通路轿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 Nervous 嗯 就会不要爬 嗯 嗯 嗯 So even for 那种比较 紧一点的山路 那种更小的山路 所以也是用 Sport 会比较好一点 嗯 我觉得 还是 Normal 也是好 哦 So Suspension 在 Normal 可能 Engine 是 Sport 也是可以 嗯 嗯 就是给 Suspension 软一点的 不要这样紧啦 不要这样跳 对 因为我们的这种普通路很跳 嗯 真的是不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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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轻哦 真的很灵活哦 对 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 balance 很重点 其实我没有在这种路上试过 M5 嗯 我只试过 E63 嗯 我觉得这辆车很像 嗯 那种 E63 的感觉 嗯 嗯 嗯 就是没有这样硬罢了 嗯 嗯 哇 哇 哇 都不错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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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這個 Suspension 那個跳得真的是 對 嗯 不錯 它整個馬上吸回來 就很穩 很 stable 的感覺 Oh my God 這個是因為 Suspension 還是它的底盤 底盤跟 Suspension 都有啦 對 底盤越硬 你的 Suspension 就可以更硬 嗯 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嗯 對 我覺得重點是我 坐在這個Side Passage 這邊 完全覺得這輛車很穩 沒有不舒服還是什麼 真的很穩啊 喔 它的Body Road 控制得很好 嗯 哇 哇 哇 真的嗎 嗯 感覺到它的 4WD 哦 真的 我有感覺到它的那個 4WD 或者 maybe Traction Control 還是那些 有在來 嗯 幫我們來 可以把這個車的 Limit Push 更高 對 覺得它的 Tire Grip 也是很好 嗯 重點是這個 Tire 已經是 如果它是 Fresh 的話 可能更好 對 這個 Tire 是 Soft 比較 Speed 比較 Soft 很好 是嗎 什麼名叫 Rodney 還是 Tire E 我沒看到什麼 Naya 咧 我沒看到什麼 Naya 咧 Bishli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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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07 啊 試過 我也是沒有試過 第一次 它這輛車的那個 Steering Input 啊 還有它的 Suspension 啊這些 有什麼你覺得它有它的表現呢 Steering 呢 它 呃 我覺得 很 遠 嗯 也是很準 嗯 然後 它不用轉這樣多 對 也是很緊 很緊湊啦 左到右很快 嗯 雖然它是一個 GT 車 它也不會講到很 很懶惰那種 對它不是那種比較 Lazy Style 然後就是 只是快沒有得轉 對 Overall 很 就是 Sporty 咯 對 可是 Sporty 的同時 還有很舒服哦 對 可能可以講是 像 兩個門的 M5 啊 啊 三號算是 比較舒服的 M5 對 比較舒服的 M5 有些車 大輛車 嗯 尤其是下山之後 嗯 你會覺得 會感覺到它的 Suspension 好不好 嗯 很容易因為 那些 Speedbar 嘛 對 一下之後 就是你一下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感覺 嗯 是怎麼樣 你就懂 它的 Suspension 好不好 嗯 啊 我們先來一個 OK嗎? OK 真的是 OK 有些太舒服的車 一上輪一下之後 等於是 動動動 撞下去 對 沉下去 真的不會 So Tom 開完它了 你覺得這輛車怎樣 第一個就是很輕 嗯 覺得很輕 嗯 大輛 架起來真是很輕 我真的很喜歡那些 有那種很輕的感覺 嗯 它做到很靈活 很容易開 我覺得是重點 對 雖然它 應該是有1800公斤 啊 接近1.9 喔 1.9 1.9 還算很輕 對 感覺不到它的那個笨重感 而且它又是一輛 GT 對 因為這種車我們通常駕了之後 會覺得有點佛 嗯 進來就不會 還是很 還是比較偏向Sporty一點 對 真的很像兩個門的M5 對 買嗎 Top5 5輛裡面 可能 應該是有 有在List裡面 有 M5是它的以上 所以M5會搞過它了 對 嗯 這樣外型部分呢 外型我覺得 有一點斯文 嗯 如果有一點 比較兇一點 就比較好我覺得 還有 第一眼看的時候 它的BMW的identity 不一樣 嗯 跟以前不一樣 對 有一點像其他的GT車 少了那個BMW的味道 對 尤其是它的後面 車尾 車尾 如果今天有M8 Competition 啊 那個就應該會比較 兇一點 嗯 這樣我要你給它打分的話 10分你會給它幾分 10分的話 我會給它 7.5 7.5啊 對 這樣你覺得它有什麼需要 改進的地方嗎 改進的地方就是 可能牙箱那方面 可以暴力一點 可以快一點 嗯 就可能會比較 啊 特別咯 現在 我覺得它 有點太順 所以感覺到可能會有點 慢的感覺 比較 比較不夠直接啦 嗯 比較有點Lazy Lazy這樣 不會講Lazy 只是 找不到它的特別的地方 嗯 對 雖然是這樣 我覺得它的牙箱 真的是很 準 又順 所以是不錯 嗯 只是可以暴力一點 就比較好 對 So Tom 幾時去Pooking 明天 我跟Danny去Pooking 一半一半 哇 更新車了啊 一來一半啊 Danny's 給多一點 Danny's 給多一點 Danny's 給多一點 Danny's 給70% Danny's 給70% 這樣可能一個禮拜 Danny's 駕四天 你駕三天 也是可以 OK嗎 洗車了 OK嗎 車是我收 哈哈哈 OK 啦 那今天這個 特別的試駕影片 就到這裡結束啦 我在這裡也是要感謝 Tom 出來幫我們 就給這輛車 做一個 性能 還有試駕的測試 然後也謝謝你這些寶貴的 Feedback 啦 因為我學到很多 你剛才這樣跑山路的時候 哇 我也無心中學到一些 駕駛技巧 真的是很謝謝你 哪天我們找一天去 Sepang 可以嗎 駕這輛 可以 我等你買喔 到時我們就駕這個 M850 下Sepang Track 完全發揮它的潛力出來 好 這輛車是不是如果 下Sepang的話會更加好 更加好 對嗎 OK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 就到這裡結束 我是小明 我是Tom 我們下一期的節目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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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